25岁的印翼女子惹奴 昨天凌晨和未婚夫克沙凡 一起搭巴士回返芙荣老家 没想到却搭上死亡巴士 这起事故除了让这对 原本要在明年结婚的情人 阴阳两个 更让惹奴的家人伤心欲绝 人们未必须来呢 巴生的住家弥漫着哀伤 家属认为当局必须 采取有效措施 避免悲剧重演 惹奴在长巴冲下神钩时 当场死亡 她的未婚夫克沙凡 则是受伤脚断 在医院接受治疗 NTV7综合报道